MyLab Integration之三 那這邊要講到是怎麼樣在Python裡面使用MyLab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Python的環境裡面呢 這邊我們使用的是Tim所撰寫的兩個程式碼 分別會是這個PythonCrollingMyLab裡面有兩份 一個是 一個是影像的 一個是Signal的 那它起來還有一份是Simulink 那就是SimulinkCorePython 所以我們這邊會看的是Python圖 Image的部分 那它整體的架構很單純 那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將我們的ImportMyLab Engine放進來 那在MyLab Engine呢 我們可以透過PIP install來去安裝它 好 那我們這邊 Import進來之後呢 我們必須建立跟現在MyLab的Sign的一個連結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先找到目前現在 我們MyLab的一個 狀態跟我們的MyLab環境 所以我們必須在MyLab的CommonWindows中 執行這一行 也就是說呢 我們必須先回到我們的MyLab來執行這一行 並且開啟我們的連結 那我們才可以在我們的VSCode裡面呢 去透過Android FindMyLab 來找到我們現在的MyLabID 然後來做使用 那這邊的話我前面忘了Import 我們必須先把Engine給Import進來 好 那我們這邊等下會用到的是這個Torch的Library 來做使用 好 那我們需要Import一下 然後我們再重新搜尋一次 跟我們的MyLab的Sign的連結 好 那我們這邊就得到我們MyLab的ID來做使用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直接調用我們MyLab的一個韓式來做使用 那以及呢 我們也可以直接去載入我們的韓式庫的內容 比如說我們今天可以去載入MyLab裡面的ImageDataStore 然後來去做一個載入 然後並且使用Python的這個程式碼來去做顯示 然後比如說我們用這個Bloodshow把它顯示出來 那我們也可以在這邊呢 直接去調用這個MyLab的一個Library的APP 比如說我們今天調用的是ImageLabel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ImageDataStore放進來 然後我們這邊放的是我們的DataStore 那以及我們的內容 那我們就可以去開啟MyLab的APP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方法呢 去整合互通的一切的往來 就是說我們可以在拍攝裡面去呼叫MyLab的韓式庫 呼叫MyLab的桌面 呼叫MyLab的APP 然後並且這樣執行完的結果呢 我們再把它轉傳回來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方法 比如說我標記完檔案之後呢 透過Wallspace然後把這個變數給轉回來 那我們再去做一些形態上的一些轉換 跟格式的編解碼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對於影像的例子 那對於Signal也有一個像這樣的例子 好那也是一樣去找到連結之後呢 那我們去調用你們的韓式來做一些事情 所以呢以上呢就是說我們在拍攝裡面 怎麼樣去載入MyLab 然後以及調用MyLab的韓式庫來做一些事情 我們在拍攝裡面